战友之家接牌现场,新华社上海12月18日店,租房平台巴勒兔,与招聘企业81联聘18日签约合作,共同打造战友之家,为退役军人求职、租房、社交、团建等多种需求,提供一体化佣军服务。 巴勒兔作为年轻人的租房平台,倡导快乐租房,通过AI家租房科技,帮助租客找到真正需要的房源。 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,巴勒兔高管和员工多数为退役军人、军属,签约仪式上。 巴勒兔创始人杨彪介绍,这次合作将以建设占有之家公寓为抓手,帮助退役军人以优惠价格租到合适的房子,同时结合人才招聘,洗脑更多优秀退役军人,现场。 退役军人代表分享了自身感受。 韩骏豪退役后换了几份工作。 如今加入巴勒兔,在战友之家,他感触颇深,我退出建议,仍肯留恋军营生活,忘不了训练场上的单双岗,忘不了挥洒汗水的泡道。 现在在战友之家,与大家携手为更多退役军人提供就业,租房等服务,工作感到很充实。 81联联联董事长陈磊就是一名退役女兵,她说,巴勒兔和81联联深度合作,通过具有开创性的工作,有效促进退役军人就业,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生活。 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和鼓励,更是精神上对退役军人的认可与尊崇。 官兵佩戴单兵战就训练智能万表,作者提供。 初冬时节,一场开辟通道演练,正在紧张进行,突然,一名排爆战士双手受伤倒地。 他马上通过语音,将自己佩戴的战就训练智能万表发出紧急呼救,火线救护组搜救终端和后方保障群指控终端大屏上,即可呈现不停闪烁的红色求救信号和伤员的位置。 这是全军首款单兵战就训练智能万表首次亮相沙场。 战就保障是我军战时为勤保障工作的重点,为不断探索战场救护新方法新手段。 第905医院,全军远程医学信息技术研究所客体组,多次深入一线部队,坚持贴近战场搞科研,按照热烈作战环境下的战保议题,连战联保,集运管控,可使指挥的设计理念,成功研制出全军首款单兵战就训练智能万表。 这款万表及电子商票、电子地图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于一身,由智能终端构建作战搜救,与指控平台间信息传输链路,可在战场部队搜救系统和作战指挥系统之间,实现商员信息共享。 这款单兵战就训练智能万表,具备单兵标识验证,北斗卫星定位,电子罗盘,语音智能呼救,人体脉帅监测,火线商情上报,商员搜寻标定,战就态势显示等功能。 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,当北斗卫星定位失效时,作战单兵仍可利用战就训练智能万表的目标标会定位功能,对自身位置和当前所发现的商员进行快速精确标会上报,除可及时引导火线搜救行动外,亦可召唤火力掩护,以挽救战事生命。 这款万表具备战术战就态势显示功能,可满足火线作战单兵、救护员、指挥员,基于同一态势,共享试图开展未尽保障行动的可设化要求。 其中,火线救护人员佩戴的万表,如同一个小型的移动指挥所,让参救官兵更加耳聪目明。 前不久,在全军野战医疗队战地伤员搜救客目演练中,规定的搜救时间为30分钟,然而三支搜救小组,佩戴这款当兵战就训练智能万表,仅用10分钟即完成了对所有战地伤员的精确搜救任务。 孙兴为留见,A.D.S.A.A.P.O.S.7000531 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,北京16名退役军人拿出百余万退役金,在大兴区开了一家退役军人式饭店,每个用餐时间。 总是客人饱满,身为退役军人。不懂投资,不会经营。为什么能一举成功? 这都得益于一位多年从事退役军人创业军业服务的企业家王守才。 2018年12月9日,退役军人式饭店,在北京大兴开业剪彩。 王守才在2013年选择自主择业后,怀揣退役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梦,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后。 2015年拥有了自己的工程公司,并且效益逐年递增,亲历创业的痛苦与艰辛,目睹过战友创业失败后的惨状。 他时刻都在关注着退役战友创业就业中的困惑和难题。 2016年,他成立了专注于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的培训机构,用他自己的话讲,就是想要搭建一个最懂退役军人的培训服务平台。 现实远比梦想残酷得多。 培训机构注册成立后,他走军营,刨企业,听取即将退役战友的想法和意愿,走访退役后为就业,已就业,准备创业,正在创业和创业成功的五类退役战友群体。 搜集掌握他们的经验教训和心得感悟,与近百家企业建立战略合作机制,从实际出发,制定教学计划,编制培训科目,聘请师资力量,租用教学场地,联系知名企业,可招来的学员却寥寥无几。 但经过一年的时间,王守才更加精准地掌握了退役战友群体的优势和需求,摸准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的路子和方法,因此,签约到了一批国内知名的创业导师。 2018年12月9日,王守才在退役军人示范店开业典礼上致辞。 2017年情况有所好转,全年举办四期培训,受训350人,其中为210人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岗位,帮助32人对接商机,在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开始创业。 2018年,王守才在精准做好技能培训,岗位推荐,创业辅导,项目对接,孵化扶持,五大核心板块的基础上,提出了引领式培训,陪伴式成长,都底是扶持三位一体的培训模式,梳理出近百家战略合作企业的岗位需求信息,进行分类和有针对性地集训,与12家全国大型民营企业对接。 针对退役军人专门定制,退役军人示范店孵化项目,为更多有创业梦想,它占有提供的创业机会,2017年退役军人培训班。 刚刚运营不久的首家退役军人示范店项目,位于北京大兴区,是由王守才和一家全国大型餐饮集团,携手孵化而成。 正在他的培训机构受训的16名学员负责投资,王守才作为担保方与那家餐饮集团签订协议。 餐饮集团负责店面选址、装修及管理日宁。 学员全程参与学习锻炼,但不参与决策。 在收回投资成本之前,餐饮集团承担全部风险。 收回全部投资成本后,根据学员议议,交由17名学员自行管理,或继续委托餐饮集团管理。 王守才介绍说,按照这种模式去创业,退役战友们既不用承担任何风险,还可以在真实的创业场景中积累实战经验。 更重要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获得成功,2018年退役军人培训班。 接下来,王守才还将携手这家餐饮集团,在全国陆续开设100家退役军人式饭店,为更多退役战友就业创业提供服务。 另外几个行业的孵化项目也正在酝酿之中,培训机构成立以来,王守才已在全国10个省市举办了30多期培训,为3767名退役战友,提供了就业创业和信息咨询服务。 他也被众多退役军人亲切地称为帮助创业战友圆梦的好大哥,王守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刚刚退役的战友创业如果赔了钱,那就会影响到一个家庭,甚至会有更严重的后果。 作为他们的大哥,我不忍看到他们盲目冲动,不计后果地去创业,下一步他将带领团队,联手更多有情怀,有担当,有实力的企业家,实实在在为退役战友们,孵化出更多效益好,以操作,接地气的好项目。 为退役军人实现自身价值,提升生活质量,回报党和社会,搭建起一个更有前景,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。 在前苏联解体的时候,经济停滞,粮食短缺,人们需要排着长队领就计量。 当时的俄罗斯人又幽默,缓解了这些困境。 20世纪90年代,政治讽刺剧在俄罗斯电视蓬勃发展,普京上台后,这种趋势很快就被遏制了。 在今天的俄罗斯,媒体基本上由克里姆林公及其朋友控制,除非用于转移政府的责任,否则几乎没有真正的政治幽默空间。 当英国表示,俄罗斯非常有可能,是在索尔兹伯里都杀钱间谍斯克里帕尔斯基·斯科特的女儿尤利亚,尤利亚斯科特的幕后黑手时,幽默和嘲笑是莫斯科的主要回应形式。 此后,俄罗斯官员和媒体人士,试图将英语短语非常有可能,highly likely,变成一个嘲弄的口号,以暗示俄罗斯要为一些最轻微的证据而负全责。 他们借用了一系列英国文学中的受欢迎人物,如阿加沙克里斯蒂笔下的赫拉克勒波路Hercule Poirot,以及科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,用这些人物来嘲笑英国指控俄罗斯参与投毒事件,称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。 调查网站的insider曝露过两名中毒嫌疑人之一切皮家Anatole Vichapago,网站负责人多布罗科托夫,Roman De Broketoff,说,俄罗斯的嘲弄方式,旨在故意降低讨论水平。